距今三千多年前,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战中,数十万奴隶在战场上倒戈,统治中原六百余年的商朝覆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号周的姬姓王朝。 周朝是历史上有明确纪念的开始,从文王演艺经八卦,江太公垂吊渭水,武王伐咒面商,历经近三百年兴衰,到公元前七百八十二年,第十一代周王靖突然暴毙。 长于深宫,性格怪僻的太子公生,在恐怖神秘的前王丧葬大礼中,开始了混乱的统治。 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幽王。 太子,请。 他们是谁? 太子,别怕。 他们都是专门伺候先王玉体的四人。 他们刚给死人洗完澡,我不洗。 那怎么行呢? 太子在这儿洗完澡,放好衣服,再到先王临前喝个头,往后就是天下的真龙天子了。 太子快去洗澡吧,众亲大父们都在门外等着呢。 那你跟我一起洗。 这一天, Thing Has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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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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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各地前来奔丧的诸侯都已经到齐了 赶快画上丧服吧 新王还未继位 你们这些人就着了公围 剑叉助理 我抓住你了 陈等敢冒死起奏 国不可一日不君 各地前来奔丧诸侯 已到朝中聚齐 现正在宫前大殿等候 望太子念设计之忧 速换丧服 与先王灵前 登街祭位 他是专门刺头我的人 你们也敢杀吗 尊先王一命 请太子继位 尊先王一命 收命于天 取信于民 您 普天之下 莫非王臣 国王万别人无忌忌 国王万别人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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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我说过 用不着你们刺 走开 那些人去干什么 这是先忙在世时 寻遍天下选来的美女 又是先忙 让他们滚开 可依照周礼 新王继位 文武之夜又连奏 七七四十九天 别跟我提周礼 先忙已经死了 从今往后 我就是周朝的天子 是 自然是 再说了 那些人 能算是美女吗 这 恐怕 陈奕也 不能 还不能 是不是 不能 那就把他们统统的轰走 一个也不留 是 为我出去 重新选美 去呀 去 知道了 这里去 我 我这就去 你能算是天下的美女吗 龙被覆盖 他们把我最喜欢的宫女给杀了 说我继承了王统 先忙用过的一切东西都要继承下来 包括你们 药也得药 不要也得药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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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们一个个都活活的勒死 大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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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机器 骑山地震 陈刚出宫门就听说 金河乐三川同日地震 骑山又崩了 压死民居无数 大王 这玄美的事 骑山地震 与我有何干 派出倾国之车 把天下最美的美女给我选来 从今以后 天下的美酒要尽我所饮 天下的美食要尽我所想 天下的美女 要尽我所遇 是 懂吗 是 是 全懂了 尊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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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玄美 你 是 是 绝不可行 天崩地裂乃常事 何必大惊小怪 为当今天子选美才是大事 臣以为万不能平 国公言之有礼 大王 三川发愿于齐山 齐山乃是我周朝发祥之地 昔日一落水节 而下朝王 黄河水库而商朝王 现今又是三川水节 更有齐山崩塌 陆落再不安民之礼 怎么不说下去了 纯人枉义天命 夭阳破重 你该不是想说 我周朝也要枉吧 大王 臣以为 国之行王不在天而在人 天降在意 不过是在警告世人 大王若能敬天克敌 修正安民 自然就会天护神佑 化先为夷 要是继继续不理国政 宠任令臣 那 大王 赵书带这两句话 有对大王不敬之意 免除官职 轰出浩金 不用护 我自己会走 大王不畏天辩 罢绰贤臣 信用金鞋 如此下去 只恐朝堂空虚 社稷不保 朝堂是我的朝堂 社稷是我的社稷 空不空保不保 用不着你多罪 来人 隔其蛇 关禁死鞘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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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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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爹 家父悲光 到今天已经整整三年了 世博士家父的好 又通朝为官多年 只求你老人家 你想想 就家父疑病吧 赵叔戴北珠 你父亲又遭割舌之刑 满朝还有哪一个敢出来说话 周朝自武王伐咒 我经历两百五十多年了 如今 谁不知道天下将有巨变 只有你父亲 明知天意如此 却还要冒死强征 世博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神家 copy 这 谁 daí 父亲 父亲 孩子 孩子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听我说 你读过前朝的故事吗 商朝末年 咒王无道 当时有一位大臣名叫苏护 直言尽见惹脑咒啊 将他下在天牢 苏护的家人想尽办法 也无法营救他出狱 实在无奈 只好 以玉博 买通咒王的宠臣 费众和游魂 献上美女打击 方才救他出狱 父亲 要说什么 你父亲反对天子玄美 是抱着以死训捷的信念的 现今用现美女的办法救他出狱 老不比杀了他还要感受 好了 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你是想重演一篇前朝故事 救你父亲出狱呢 还是保住他一生的清白 让他无愧地死去 自己顶躲 没想到 没想到 没想到我这个精通历史 又破枝天命的朝中太史 在你面前出了这么个 瘦点 我只从你都骂不出来 要怪这你就当着我脸上催一口吧 男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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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后 男后 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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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